一年一度的板桥府中商圈特色活动 府中搞什么鬼变装采接活动 会在10月29号登场 而新北市金发局从即日起到10月25号 接受变装竞赛报名 邀请各路好手届时到府中商圈 展现自己的精彩创意 咖啡青石店外挂着蝙蝠挂饰与南瓜贴纸 店内则是摆满各种鬼怪饰品 有可爱的阿飘吊饰 骷髅手骨盆栽 新北市金发局争取到府中商圈街区营造计划补助 让10月的府中商圈充满万圣节节庆气氛 我们透过奖励机制跟补助还有征选 去鼓励摊商他去做自己店面的升级跟改造 来响应我们市府的现在一个重要政策 就是辅收美学改造计划这样子 那这一次总共要集到50家报名来参加 我们也从中选了30家 里面其实店家都针对自己的服务 或者店面有特别做了一个升级 来响应这个活动 每年新北市都在府中商圈 封街举办 府中搞什么鬼变装游戏 与采接活动成为亮点 今年同样邀请市民朋友 展现最下人最吸睛的装扮 争取高额奖金 这个活动主要分成两个组别 一个是专业鬼怪主 跟另外一个是趣味盟鬼主 那从现在就开始开放报名 一直报到10月25号指 那在这个期间只要完成报名 然后有到现场参加活动 我们就会赠送600块的商圈抵用券 都可以在这个府中商圈里面去做使用 那我们在两个组别里面都会分别取前三名 总共的奖金高达26万 那欢迎大家一起来府中做搞鬼 想争取专业鬼怪组第一名五万元 与趣味盟鬼组第一名两万元奖金的各路好手 可上府中商圈 府中搞什么鬼官方网站 搜寻活动相关讯息 为自己创造另一个舞台